OK 那我們來進入鳳凰初戰派對 來實際使用這個鳳凰的卡片進入卡組之中 那給大家推薦一下這個我組件的卡組是搭配天狗的 那這套天狗呢是之前其實我也有玩過啦 那它是中獎王尼的位置被我替換成了鳳凰 好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天狗先陳底 好 因為對方剛剛這個加農炮車呢先出了 所以隨便上我賺兩費這邊壓個天狗上去還可以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個前幾天呢有放了這個鳳凰的 算是測試影片給大家參考啦 那這個鳳凰呢現在就是新卡出來嘛 它死掉之後呢會涅盤重生 若沒有在時間內處理掉那顆蛋呢就會重生 所以進行上來說效果還不錯 那這邊目前他們有機會先出 所以就再等一波 就這邊可以把加農炮車給處理掉 那飛行器還在持續輸出 那因為費用有賺 所以鳳凰這邊可以再陳底打一波 效果不錯 好 然後這邊費用上相當領先 直接在鳳凰後面頂一張天狗 好 然後其實鳳凰的血量狀況其實還不錯 然後移動速度算是它的一個硬傷吧 就是偏慢 然後很容易被溜 就是它的天生 天性就是容易被丟 好 那又它這邊是輕鬆的處理掉了 對方一樣是橋頭出加農炮車 但這個就是傷害 應該說影響不大啦 結果只要地面出來 直接獻神 獻賺兩費 好 那這裡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去拼看看三塔 所以 這裡就直接 單位頂上 然後可能也說看看會不會 對方這個鳳凰也出 所以剛剛就是直接在前面先頂了一個天狗上來 好 打得偏 激進一點 因為目前血量頂線還蠻多的 好 然後鳳凰它這顆蛋呢 大家可以觀察就是 它在跟公主塔 這個PK的時候 公主塔其實是可以把鳳凰吃掉 但前提上這個是 蛋它必須要離公主塔比較近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吃掉 那如果是離公主塔比較遠呢 它這邊其實還是有一些機制在 就是 時間差的那個機制吧 就是 蛋如果離公主塔比較遠呢 就還是會在建設到 蛋的那一刻前呢 鳳凰就重生了 就是蛋如果是在 比較靠近河邊的那個位置 好 那我們這邊這次就是 從七勝開始往下打 然後 因為它這次的鳳凰出戰挑戰呢 這邊就是十勝嘛 所以 留最後三場的時間 好 那也給它展示一下 我們這個 聽狗套 好 推薦看看 好 對方煙火射手 然後 牢牢下 但是這邊 慢了 慢了 所以 但至少這個主塔是有開啟 不過這波的傷害是蠻高的 因為野豬基本上就是敲爽的 所以 我們這波就是 嗯 血量先 賣了一點 但是 這一波傷害是要把它給打回來的 那 飛行器有吃到對方的鳳凰 所以這波 其實還蠻賺 蠻賺的 好 蛋也處理掉 這波互換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 血量的傷害感覺是差不多的 好 那只是說 剛剛這個比較嚴重的失誤 好 那我們建宇先一樣 處理掉對方的 煙火射手 那哥布林牢籠呢 這邊就抓著 看一下 對手這邊 好 會不會突然 出個野豬 好 那這裡 飛龍滿了 一樣是 嗯 地獄飛龍 好 然後前面 頂著 天狗 那這一波的話 一樣喔 飛行器再往下 就是吃一下對方的鳳凰 好 最方向這個劍雨下 然後 飛行器有打到傷害 一樣 是 嗯 水鑽水鑽 那這個野豬 我們就直接用牢籠 輕鬆解 因為 竹塔已經被 開啟了 所以這波就是可以無神解 不然的話 現在的牢籠是沒辦法 對 野豬 一個網美 防守的 好 那這邊 劍雨捏著 就知道它這個 煙火射手 因為出了 所以就一起把它 打給解決掉 然後準備 組織左路的進攻 好 那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要直接硬壓 右側 所以 我們飛行器這邊 可以先 處理右邊 然後 這波劍雨下去 少到三個單位 好 原本想說等一下 看一下這個蛋 可不可以直接吃掉 但沒關係 這波下去之後 對方 基本上 完全扛不住 血 血量掉的 也在預期之中 好 這場 我們就是三罐帶走 好 這樣其實可以看出來 現在這個鳳凰呢 他在戰場中 還是 有時候是蠻棘手的 那顆蛋 但 這個整體血量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高 就是 基本上你只要有單位 那個蛋摸個兩下 蛋就不見了 所以 沒有那種 一定非得需要用到法術去解蛋的那種情形 好 然後 我們這顆 應該說 這隻鳳凰先下 然後 飛行器對飛行器 應該是說 讓鳳凰先坦著飛行器的傷害 然後再下 另外一個飛行器 這樣的話可以吃掉 對方的單位 這波的狀態還不錯 像這就是會重生的鳳凰的位置 因為他的位置離塔 應該說離河岸夠近 所以 他的成長就有個時間差 可以讓鳳凰進行重生 好 那這波地獄龍 因為對方可能會用一個法術 把我後面的單位全部解掉 就像這個火球 所以這裡就先不下任何單位 好 自然成長 有水鑽 也有血鑽 就還可以 那這裡 因為有點小卡手 我就直接礦工 配上 骷髏軍團 打一波 好 那 這個的話就直接賣掉吧 因為 算是 如果我這個時候 再出單位的話 其實是水虧了 好 那對方的這個飛行器 我們用飛行器 來互扛一波 好 那這邊看到了 對方的核心啊 原來是聖水歌倫 是一個 比較硬的單位 所以這波又先 準備打一個防守位 防守位 好 那前面也不頂天狗 因為對方這個鳳凰 其實傷害是很高的 所以就 直接出天狗就是送掉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先打一個安全的防守牌 好 那對方煙火射手吃掉之後呢 這裡後面 後排來解這個 順利歌倫 就顯得會 輕鬆多 那這裡的單位呢 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我們這裡的 飛行單位就可以 毫不猶豫的壓上去 因為對方的火球法術也出掉 然後礦工來抓一下 煙火射手的位置 好 來這個 鳳凰 左 你看這個鳳凰就是 有點討厭 然後一個 速度要快不快 要慢不慢 就很容易被溜走 很像風箏 那這邊我們用 衛隊 去把黑王給拉回來 然後同時讓 空中單位呢 去把黑王給吃掉 那我們這邊已經累積出兩張了 兩張的鳳凰很強 這個鑑魚一掃 集會三罐喔 這個三罐 順利拿下來 累積到兩張鳳凰 很像風箏 就是繞著飛 好 OK這個 十勝我們收下來 然後拿到了這個 表情包 鳳凰的表情包 還不錯 那今天這個鳳凰的卡組呢 就 推薦給各位 然後主要是 天狗 飛行器 然後 骷髏飛龍 那法術上的話 就是帶劍羽 然後還有一個礦工 可以去坦傷害 然後地面的話 就主要是靠 骷髏衛隊 骷髏守衛 然後 以及這個 各位影牢籠 來做一個防守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卡組 然後推薦給大家使用 那祝大家這個 順利 可以拿下這個挑戰 掰掰